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 今天会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身体检测、息息检测的冥想练习 你看到我旁边有我这个声音棒 是可以辅助我们之后的冥想 首先来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我自己就会喜欢坐在一个伏扬上面 但是你自己可以坐在床上 坐在箭浴、坐在椅子上 或者你躺下也可以 不过我们想找一个姿势 是不会那么容易睡着 所以是舒服 不过不会睡着 首先尽量将你两边臀部坐好 双手可以放起你的大腿或者膝头 如果你是躺下在你背部 你可以将双手放起身体旁边 或者双手放起身体的腹部 喝慢眼 利用我们一次的深呼吸 开始我们今天的练习 用鼻吸气 然后双手 呼吸 感覺全身在放鬆 開始留意全身的感覺 身體測試 我們開始專注全身的感覺 從頭開始掃到腳尖 當我們閉上眼睛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 會騷擾到 打擾到集中力的事情 都儘量放在一邊 我們可以更容易 專注內心 內在世界的感覺 和視覺 我可以想像 有一條繩 將你的頭殼 輕輕向上拉 脊椎拉長一點 留意你的頭頂 頭殼 有甚麼感覺 可能感覺到你的頭髮 在你的頭部 感覺到你面部的肌肉 感受到你的頸 肩膛 你的肩膀 你的胸後 你的背筆 姿勢 你的感覺 继续留意你手臂 手肘 前臂 手腕 手掌 手指 腰 盘骨 宽关指 大腿 膝头 少腿 脚腕 脚板 脚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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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吸氣可能是… 氣有一點冷冷的感覺 有點涼涼涼的 但當你呼吸的時候 呼出來的氣可能是有點暖暖的 所以就這樣專注這個感覺 可能發覺當你做這些靜坐的姿勢 冥想的練習 你的思想會奔跑 特別如果你是一些比較急促的人 這些練習會特別困難 感覺好像很浪費時間 但其實我們不需要把我們的想法完全停頓 要抑壓我們的思想 而是學習如何去練好我們的專注力 所以當你發覺你開始想其他事情 就這樣輕輕把你的專注力帶回來 看能不能從頭開始慢慢掃到腳尖 把你的專注力放在現在這一分鐘這一刻 而不是想將來或過去的其他事情 學習如何去活在當下 專注力留在現在這一分鐘發生的事情 所以偶爾你可能會發覺 所以偶爾你可能會發覺 已經開始想其他事情 或者有一點想睡著的感覺 輕輕把你的專注力帶回來 留意你的呼吸 留意你身體內的感覺 這樣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執著 或者不需要批評你自己現在感受到的 任何的感覺和事情 好像一個第三者一樣 就這樣觀察著你自己的身體 觀察你的呼吸 觀察你的想法 做一個旁觀者就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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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